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给大家讲解 安装Studio在调试上的一些新功能 好,我们先启动一个程序 让它进入一个调试状态 还记不记得之前也说过 如果我现在已经有一个程序 正在运行中 那么我可以点击这个按钮 去寻找我们可以调试的进程 然后点击它OK 于是后我们就进入一个调试状态 好,我在这个方法的这一个行 打了一个断点 好,我们先运行到这个断点这儿来 好,现在我们已经到断点这儿来 我们先看一下 它默认的会打开debug这个窗口 好,debug窗口我们可以先观察一下 这个地方是一个现成的一个方法站 表示它的一个调试顺序 这个地方是它自动产生的一些变量 变量的一些值 我们可以在这里看到 这个地方是我们监听的一些变量的方法 比如说这个地方现在我们是空 比如我们追加一个 怎么追加呢 我们把这个ID 把它挖起上 这里有一个utter to watch 好,这里就有一个ID了 现在是因为这个方法没有返回 我们运行进去下一行 好,它返回了 于是后就有ID了 好,这些是和Eclipse 其实是一样的 那这里介绍一个功能点呢 是这里有一个get the thread dump 我们就可以把当前运行的这个现成的一个站信息给保存下来 供你分析这个调用的路径 好,我们点击它 好,我们看到啊 这个地方啊 它就会把当前的一个thread的一个状态啊 是rounderboard的 然后它的一个路径呢 是在这个位置啊 从这儿开始回调啊 一直到这个位置 可以把这个现成的这个情况给dump下来 我们还这边,窗口的这边 它是每一个现成的一个一些信息都在这儿 其中我们可以看到啊 像这种状态的表示属于等待状态啊 然后这种状态呢 是表示现在正在运行的状态啊 还有这些现成都在运行中啊 好,我们回到这个debugger这儿来 好,我们刚刚注意到啊 这里有很多变量 我们可以实时监控它的一些 值 我们在这个变量上点右点击右键 啊,它会出现了一些上下文 好,这个inspector是就是查看它的一个变量的一个情况啊 你可以看一下这个item啊 item是个menu啊 它的一些内部成员变量一些值 啊,同样的我们这里可以给它设置值啊 保存值,保存名字 啊,然后are to watch 就是加到这个地方来 然后这里说一下这个show reference object 这个是查找这个item所在的一个引用的一个情况啊 啊,我这里呢是因为它时间比较久啊 我这里不给大家示范,大家可以自己下去试一下 好,这个评估 这个是计算表达式的值 计算表达式的值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表达式啊 get item 于是乎我可以选中它 然后点击右键 然后它会出现在这里 get item的值 然后我这里去评估它啊 这个时候它就会重新去计算它 诶,获取的我们知道啊 这个值是这个这个ID啊 获取了一个ID number 就这个意思 好,再说了 这jumpto source呢 就是说跳到这个item相关的这个代码这边去啊 啊,这个地方 给它复制的地方去啊 这边可以看它的一个文本消息啊 查找设备 这个item启动了一个tool screen 它的设备啊 然后还可以啊 作为一个object来看啊 这个是自定义你的这个数据试图啊 这就讲解了 这就是它的一些新的一些功能 好,大家注意到没有啊 我在这个调试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 Android Studio会在这行的代码的后面 以灰色字体表示出这个item 这样很方便的帮助我们去查找这个 去看这个变量的值 比如说我到这个if语句 好,这里它都会自动告诉我们 这个ID是等于多少啊 所以很方便的能够看到这个变量的值 这同样的item查找设备啊 好,这是它的一些调试的一些功能 我们切换到Android这个窗口啊 好,首先我们看这里当前选中的是一个memory 这个memory代表什么意思呢 它会实时评估当前内存的情况 你可以做一些操作 做一些操作之后 然后观察你的内存是不是有回落 来判断你这个内存是否是有泄漏的情况 它是一个实时更新的一个过程 同样的,我们在这个Android的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按钮 这个按钮呢 是可以帮助我们获取一些额外的一些信息 比如你现在手机的一些安装的一些情况 然后呢 这个是当前Activity Manager的一些状态 比如说它现在启动哪些Activity 哪些 每个Activity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包含了的哪些的内奥 都很清楚的摆在这 同样的还有内存 这个当前内存的一些情况 一些统计信息 好,这就是使用Android Studio的一个调试 这里最后要说的是 你需要熟记 这个Run下面的一些快捷键 比如说是这个调试的单步运行 Step Over 然后强制的单步运行 然后Step Into跳到某个函数里面 强制跳到某个函数里面 Step Out跳出函数 然后运行到当前光标处 等等 这些快捷键 你应该熟记它 然后这里说一下 这个断点信息 我们回到之前的代码上去 在断点上点击右键 这个时候 你可以设 给它设置一些条件 什么条件呢 比如说如果是说 我这个ID如果是等于 等于什么呢 R.ID.enableVisibility 这个ID 因为这一行的ID还没有声明 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ID换成什么 Item.get 好 再来 Item.getItem 好 这表示什么意思呢 这个表示 当我这个ID 等于这个enableVisibility 它这个断点才会运行 否则它是不运行的 这个主要是用于这个在 比如在Full循环中去设定某一个纸 是非常有用的 好 这是点击more呢 它会有个更详细的信息 这里可以看到 好 这是Android Studio的调试 调试呢 对帮助我们查找问题是非常方便的 希望大家能把这一块给好好掌握 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在下一节课 就跟大家简单介绍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Grandall工程的一些基本的配置 希望大家继续收看